台股新攻略带您掌握全世界投资朋友大家好 我是亨达投顾 去林泰老师 感谢您每天准时的收看 好 那我们来看看这个大盘现在到底怎么一回事 这就是我说的 我们在做股票的过程当中 很多地方大家都要留意的原因就是 国际股市现在的变化到底怎么样 那很明显的 譬如说我们看到AI开始出现大幅下跌了 我跟大家讲我们的AI在跌 你看国际股市AI跌更重 跌更重 只剩几档那边硬撑而已 那目前我们的AI还是全球AI股市当中最强的 这个叫结构 我们常常讲股票市场就是时间跟结构 时间就是时间坡 就我说的时间坡 九月底之前 事实上半个多月之后 就中秋节的前后 那如果标普没有跌破4,150点或4,200点的话呢 大概都不会变成空头 今年还是多头 空头是明年的事了 那最后一季的话 这个季度你要怎么调整你的股票 那我们的现在底下的你看到AI vs 生计的话 特别你去感受一下一档股票叫做宝瑞 那宝瑞今天盘中 因为一大早AI就先跌了 宝瑞涨上来 后来AI又有点小撑住 所以宝瑞又回到小涨而已 那这个都这个没有关系 因为全世界在做结构转换的过程当中 台北股市本来就比较慢 就好像我刚才说的 台股就可能会出现 就是我说的 这个慢半拍 国际股市的AI早就下来 尤其一些假AI 一些假AI都跌得很重 那当然这个祸首就是我们看到的回答 那通常我觉得这个倒还好啦 慢慢来 我觉得也不会说暴跌啦 因为这个优关指数 那台积电什么叫结构呢 台积电跌破了半年线 所以台北股市今天跌破半年线 这个就是结构分析 当你看到台积电跌破半年线的时候 你第一个想就要想说 我们的加钱指数会不会跌破半年线 因为台积电会领先加钱指数跌嘛 除了台积电很快的涨上来 那加钱指数撑住 可是没有啊 台积电还是跌啊 还是跌破半年线啊 那台积电影所影响 就苹果灰达都会影响台积电 那苹果这礼拜要发布iPhone15的话 那这也是一个亮点 那亮点是怎么亮 或者是干脆不亮了 那苹果的股价也不怎么样 这里纠葛一下 电子股的风险就越来越大 这个就是结构的分析 你要合乎情理的分析 你才不会跳进去说 那个AI下来赶快去接 我跟你讲 天上掉下来的刀子去接 很危险的啊 但是呢 这里还是多头 所以一般现在的 一般标榜说讲AI的 现在的头顾老师 或者分析师会 会稍微怕怕 因为套了一堆在里面 这个印着头皮讲 说AI是主流的 已经有点消风啊 那90%现在都可能去压军工 因为这个礼拜有军工航太长 但是不放弃AI的 还是那一句话 就是一直跟大家讲说 AI是主流啦 赶快拉回找买点 这个我们等一下看一下 你看它的内容就怪怪的了 好 一个赞一次分享 感谢你的赞跟分享 那因为我们即将会开一些 技术教学的节目啦 或者说 谈中直播的节目 所以最近我在 我的这个节目上 就很多问题 我就没有帮你回答 这没有关系 因为将来会开直播 让你直接问 让你直接问 好 那加入我的官方 那么 来 这个有什么问题 就直接点进来 点进来 你会越来越发现 我讲的这事实 只是台北股市始终慢半拍 这慢半拍 造就了你一个很大的机会 我要空空 我就看空了啦 这里 做实在图图 你自己先看看啦 半年线跌破了 你要看空 在技术面上合理的啦 你真的看空 半年线跌破啦 你看空有什么不对的 你告诉我 看一堆股票跌得很惨了 但是我为什么要压多 我还是看多的啊 因为我认为 我认为 等一下你看标普 要跌破那个 那个的五月份的低点 太难了啦 时间两百点都不容易跌啊 跌破 因为时间 时间对多头是有利的 时间对多头是有利的 那 YouTube打开 这个字幕 字幕在 使用电脑的话 你想要 因为我们后面会上字幕啦 那你可以按这里 你可以用使用手机 就按这里 看到这个CC按一下 就会有字幕啦 好 言归正传 那道琼事实上这个样子 也不像是空头啦 除非你真的 要跌到五月份这些低点 五月份的低点在这附近的话 你自己看那个 距离还很远 不太可能啦 但是以 位阶来讲的话 台股跌破了半年线 你做你这半年 什么叫半年 移动平均线 你跌破月线就是20日 你说这一个月 做股票的平均成本 你都输掉了 跌破季线 这一季度 你做的股票 这个季度 你都 以整体而言 以价钱指数的观念而言 价钱指数跌破季线 表示说 你这一个月 做股票 这一季 做股票 都是赔钱的 叫做季线 事实上它叫60日移动平均 它是平均价 这个我们未来 在技术教学上 跟大家讲 但目前看来 它有点想要上去 最主要就是 就它生技股都 生技资料大厂都涨 我等一下就 一样啊 你每天看我节目 你到网上查 这些资料都有 好 那斯达克 还是也是撑住在 月线 季线这边 当然是跌破 破季线 但是比较危险是 它破季线的时候 是刚好这样 刚好这个KD指标 指标在高档 而且刚要破而已 所以这个马上要上去 不容易 至少指标告诉你 不容易 指标分两种 一个叫趋势指标 移动平均线 就是趋势指标 循环指标 MACD啊 KD啊 等等之类的 都在底下 这一栏里面 它们你看 我会讲什么叫循环 它就是这样子 这样子 这样子 在这个循环当中 在这个底下 可是你看 移动平均线 你看得到股价 我们现在你说 你把这上头啊 用手把它盖起来 用张纸把它盖住 你只看到这里 你只看底下的话 你看不出指数的位置 但是上头 你可以看到指数的位置 那个看不到指数的位置 就叫做循环指标 这样子 这样子很简单的 将好我们在技术线 已经快交了 好 那标普啊 9月魔咒 9月现在还是魔咒 8月先跌一波 9月过去这一个 因为8月从这里算起嘛 所以8月份是跌的 9月份现在也还是跌的 跌的 9月嘛 就这几个日 才当过去跌的 所以 9月魔咒 它已经先破季线了 那当然这里有一个支撑点 但是你说要跌到这里来啊 我认为难度 时间不够啊 时间不够 如果今天是5月份 6月份 你就撤了一旦啊 期干该充分 所以这里是多头 我没有改变 这里是多头 所以美国当AI下来 全世界AI下来的时候 为什么生技制药大厂 一直在大厂创历史新高 欧洲股市都在跌啊 那为什么 诺和诺德大药厂 变成市值第一名 像这个都已经透露出一些玄机了 诺德大药厂涨上来 把英国的大药厂 什么葛兰素 史克这个葛兰素大药厂 也把它拉上来了 全世界这个地方 才芳心为爱而已 这样懂意思吗 所以整个市场上 我们来讲一些有趣的 你要看一下 非半 这个破月线季线 你注意哦 这两条线 这个是 这个颜色是月线 这个是季线 那就等差一点点 它就凹下来了 这个凹下来 两个意思凹下来 就是死亡交叉 凹就是 它现在这个地方 有没有 像这个地方有没有 这个不是死亡交叉 因为这个是往上的 这个你看这个 线形上这里有所谓的 几日移动平行 它这里会有往上往下 现在目前还不完全是死亡交叉 但是很有机会 这两天再跌 就有机会了 就有机会了 那你月线穿季线死亡交叉 不然我们偶尽书面 这就看得到多少 我们说是知道的啦 虽然我说这一定是空头啦 但是呢 因为这里面还切得到 结构里面的时间的问题 所以这里我仍然非常看好 你想一想我讲的 当AI在全世界 非常的兴奋的时候 现在AI开始因为回答 回答问题很多 现在一些问题都跑出来了 那我们就跟大家讲 这一段时间 我都可以跟大家讲说 那巴菲特啊 他要建筑股 建筑股涨幅超过AI 你怎么看奇怪 今天不是都在AI吗 这是八月底哦 就现在才六七个交易日而已 八月底哦 八月底哦 你如果眼镜正在 是八月三十一号 统计的 巴菲特买的营建股 居然涨幅超过AI 你不觉得怪怪的吗 当然我不叫你 我不会去做台湾的营建股啦 还有机态的问题 问题很多哦 好那方舰早就跟你讲 不要只关注AI 这选择要 结果呢 我们来看 我们现在就开始进入 我们真正的主题了 来看一下哦 好苹果 苹果 你没看苹果这样怪怪 通常在iPhone15的前夕都会涨一波 不但没有涨 而且还跌 你会说因为华为的关系 答案就是这样嘛 华为的分开了苹果的市场 所以苹果如果 如果卖的不好 股价就先反应 再来推论 大家在讲 平概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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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力光 这两天表现还不错 相当抗跌 因为它是尽头的 那通常苹果如果 因为苹果要把你叫货 那你就先出货给苹果了 苹果如果卖 你要记得哦 苹果 苹果是 这家公司是稳赚的哦 我是稳赚的 它苹果买了你的货 你是现在的供应商 当苹果卖的不好的时候 它原理跟你下定5000万只 搞不好跟 我是这样举例啦 比如跟大力光下5000万个 它只有卖3000万 对不对 它后卖2000万 2000万镜头 它不要了 它变成 苹果没有库存 是变成你供应链的库存 如果它再卖相不佳的话呢 它就跟你供应商讲说 我跟你拿的这个东西的话 我要跟你杀价 你可以不做我的生意 你可以不做我的生意 因为太多 因为这个又没有什么 苹果卖的是智慧 懂我意思吗 苹果供应链全世界到处都是 所以它就杀你供应链的价 所以一个最简单的逻辑 如果苹果这一次发 把iPhone15的话 股价继续跌 请问 你常常在讲 平概股 平概股 请问 我就问大家 平概股的最基本条件 苹果要涨还是跌 当然要涨 苹果一跌下来 就没有平概股了 这是最基本的 特斯拉概念股 特斯拉如果跌到哪里 哪里的特斯拉概念股 这先基本的嘛 对吧 好 苹果股价是这个样子 那一天还不错 跌下来 后来小翻红 因为这个是半年线 它在守半年线 刚好守半年线 因为收了一个十字线 刚好守在这上头 小早涨 小小涨 如果那天跌 又跌破了半年线 好 那辉达呢 辉达还有旧 但是辉达现在 我不知道大家懂不懂 什么叫声量 现在AI在国际市场上 声量的热度已经在退了 最近的对于辉达 都是负面的消息 包括黄仁勋卖股 那个方舟基金 是女股神 凯撒林伍德 有些中国大陆 那个翻译叫 就是木头 那那作为木头 所以有人叫它木头姐 凯撒林伍德 方舟基金 黄仁勋 还有辉达的大股东 也在卖股票 甚至都是利空 都是很奇怪 还有小道消息说 你苹果 你这个辉达 那个上一季财报那么好 可是你成本没有增加 成本没有增加 怎么可能财报变好 做什么事都一样 成本没有增加 就怪怪无 所以有人说 它业绩是造假 但这是不可信的 我觉得那也是 空方在造谣 不过 辉达如果再继续跌的话 同学朋友 苹果加辉达 最影响最严重是谁 就是台积电 台积电不是 这巴云说很不错吗 虽然是年减 可是月增 台积电还是不怎么样 你看这个知道没 很明显吧 这两个相比较就知道 为什么台北股市会跌 尤其 AI AI才刚开始跌 你不要不要误会 好 那但是涨什么 继续创新高 继续涨 继续创新高 你来 我们来看一下 没关系 你来忘了印成那个 好 没关系 忘了放弃了拿错了 没关系 把这个怒合怒的拿了两次 好 我们看一下 你来 很好记 你来 这也有的外 就是你来 你看是不是 持续创新高 你再想一下我讲的 想一下 我们再把它拿给你看一次 在一两个月前 有没有 一个多月前 跟你讲说 华尔不要叫 华尔街开始叫 你不要只关注AI 正在扩大布局 这个就是减肥药 就是减肥药 你注意听哦 那你现在看到苹果 看到台积电 看到 看到这挥打的股价 是往下的 但是呢 你现在看到 这都减肥药 都是大厂哦 有没有 创新高 都是大厂创新高 有没有 你来创新高 历史新高 多年来很少看到 减肥药 带动了整个 整个生技股 在国际股市里 已经慢慢 轻轻向荣上来了 这是我靠好 生技股的原因 今天不是说 小的生技股 我刚才跟你讲 诺和诺德 已经变成 欧洲 整个欧洲市场上 有上市公司的股票 第一名市值 最强的 所以你要 这个东西 要有一个观念 那怎么会 这时候 这一个多月以来 全世界的 欧洲整个市场 这么大的市场 欧洲整个这么大的市场 市值第一名是 是减肥药 或者是说 应该说它是药厂 历史上 头一次 就在这一个 越多越发生 你说生技没机会 今天中国大陆 生技股也是飙翻天了 之前生技 因为打贪腐 中国跌 现在全面又涨上来了 中国大陆 那个生技基金 在跌的过程当中 不断地 有特殊的 特殊的大咖在买 生技基金 ETF 我觉得不会都跟你乱讲 就在上个礼拜 那个资金 有蜂拥留住 中国大陆的生技股 他们也知道 要避险吧 懂意思吧 好 那不用我 我特别跟你强调了 你来这个 这多大的制药公司 持续大涨 这是历史新高 这个是历史新高 我们再来看看 这个 你看这个都创新高 拉回 又开始涨了 这是道琼三十党成分股 三十党成分股 有没有 好 来再来看看 安静生日 葛兰素大药厂 这是英国的大药厂 整理整理呢 突然间大涨 盘碟 这就是走盘碟 在整理整理 突然间大涨 这 这一定是有个什么原因 原来是全世界 欧洲整个生技制药大厂 一个一个跟得上来 尤其那些制药的 减肥药不是什么学问 台积电那个 那个几奈米 那还是真的学问 减肥药 大家很快就会跟上来了 你不用觉得很奇怪 减肥药这种 就要一个减肥药 比AI更 其实我一直有一个想法 我想过今年以来 你大家看到一些 包括从无二战争 这一两年的无二战争 那个 消瘟疫大火 全世界气温特别的高 韩国创下百年以来 最高的温度 中国大陆 要嘛就天灾 天灾 水患都很严重 都百年以来 特别你要用这个字 这个摩洛哥 有没有出现大地震 一口气指了 两千多人 我们社会正在变 全球正在变 最需要的是生计 将来的 将来的AI 怎么把它导向为生计 对人类有福祉的 才是真正的AI AI有两个最重要的 你说写写文章 把你那个 泄密怎么办 中国大陆 连苹果手机 都禁止使用 那泄密怎么办 因为有了AI这个东西的话 你可能搞不好就会泄密了 苹果让自己的员工 也不可以 不可以open AI open AI连续三个月 那个流量大降 然后AI用在军工 没有错 那个是最高级的 最先进的那个 像那H100 那个回答 用在军工 全世界也只有他做得到而已 没有问题 可是军工是 人类的可能会互相的伤害的 但是呢 用在医疗方面的AI 才是未来真正AI的趣图 那些AI大厂 全世界大厂 一定要想办法告诉世人说 我们的AI不是要取代人类 是要让人类更加健康的 所以一档 一档诺和诺德药厂 成为 我刚才说过 你要思考 怎么这百年来 怎么会有那个医药大厂 变成欧洲第一权重股 从来没有过 你不觉得这个是很奇怪的一个 让你脑袋要翻新的过程 也不过是个减肥药 当然不止 因为他就让很多新药 就会上来了 有没有 葛兰素大药厂 另外整理 因为整个欧洲都在找 这个也是大药厂 是英国的大药厂 有没有 当然他一档 第一大师 其实我们AZ 打那疫苗的AZ 因为疫苗卖得不好 那不一定 现在台湾你要注意 这些疫苗概念股 像4162的 4142的 你看这个 4142 我昨天周报有写 开始涨上来了 为什么 那蚊子叮的那个什么 登革热 登革热可能是八年来 现在目前看来是八年来最严重 还在蔓延 听说蔓延到十月份 登革热 这根都跟气候有关系 你看今天就大涨了 他跌很久了 所以这个是底部的股票 AI是在高档的股票 好 我刚才已经给你讲了 分辨 分辨这一句话 分辨了这一句话 有没有 分辨了这一句话 那AI已经往下走了 可是减肥药呢 药厂呢 热度正夯 对不对 这个就是很有趣 你一定要把这些内容 再看一遍台北股市 今天微破半年线 所以我在结构上 我前这个上个礼拜一直跟大家讲台积电一直跌破半年线 指数会跌破半年线 这样对吧 今天跌破了 台积电如果一直在半年线以下的话 它就会 它就一直在 它会回到半年线以下那边整理 那台积电就继续跌 台积就继续跌 因为台积电是领线 所以这个 这是基本逻辑 但这个 我刚才就说 反映过来 老师你怎么不看空 我跟你讲说 这里看空是对的 因为指数跌破半年线 你这 我刚才说 以移动平均线的角度来看 你这半年线 我要是赔钱的 这每个老师都知道 那 另外一派就说 那你一定要AI赶快涨上来 你AI涨上来 你一定要国际AI涨啊 这样同意思吗 这是国际不涨AI 是在涨那个大型制药公司的 好 那我们来看一下 台积电 台积电 这条线就半年线 快要创低 明天可能再就创低 创低 这个短头部 技术面就要 技术面要分开 这边先做一个短头部 然后再往下看 这里又一个头部 有没有 那接下来 现在这个 如果这里再破的话呢 如果你连接这条线 就大概是这样的位置 所以它变成一个大头部 锦线 你事实上 你以 我们说实上 你以台积电 台北股市的位 以位阶 你这个位阶来看的话 我们不论半年线这些 就说半年线是另一种位阶表示 锦线也是一个位阶表示 台北股市 之前我跟你讲 会围到一万六底下 很有机会 广达 这我上个礼拜 我跟你讲的 我说八月营收公布 AI将出现波段下跌 有没有 这是广达 这个是跌有量 今天是跌没量 没有量跌怎么好事 你最好是爆大量跌 表示有人机 广达 今天 礼拜五的广达这样 礼拜一的广达 昨天是这样 今天再跌一根 这一关就破了 但是他还是位阶在高点 他位阶还是在高点 对不对 那我们来看 这个是真AI 伪创是真AI 你看这里 161块跌到 盘中一度跌破100 你不要看这样子 这样子跌到60块了 这样子跌到三成多 快四成了 有没有 广运呢 技嘉 我们看一下技嘉 有没有技嘉 技嘉不是说 这半年已经说很好 双增啊 年增50呢 月增30几%呢 对不对 这一根红 这个开低之后 打到这个 这个半年 接近半年 那一天 所有的 就所有讲 讲的分析师 全部说 快点 AI要涨了 要反攻了 结果今天 盘中杀到跌停 而且是 同学们再看一下 他是没有什么量的 他量没有特别的大 他量没有特别的大 量没有特别的大 我们看到量没有特别的大 量没有特别的大 所以 这不是量缩价稳 技术面 不要 不要妹着良心讲 你到大量 然后下跌 OK 可能表示有人接 你这个量 还好啊 这才是大量 可是他是抱大量先跌 然后量缩还在跌 很坏的坏哦 很坏的坏哦 你再看一下 广运 这个涨成这样子 现在一口气跌 从108块跌到60几块了 跌了40几块 今天跌停 跌停量是缩的 你有没有看到 跌停量是缩的 有没有看到 跌停啊 跌停量是缩的 比如说还没跌完啊 你跌停没关系 你爆量啊 你明天开始 搞不好就再送你一支跌停 再送你一支跌停 那去跌了五成啊 就腰斩了啊 比如说什么水冷室 散热啊 饥渴啊 我这个放出风声说 讲到别的就是吃AI啦 基本面也不好 那放出风声说 我们会怎样 然后你看看 秦成也是 秦成事实上 AI股啊 你现在涨这么多 你一定要爆发力很强的 比如说你成长 像技嘉 年增五成哦 你如果年增五倍的话 差不多哦 或者年增两倍三倍 年增五成而已 那个本来就毛利就不高 你有没有想过 以前广达那种的啊 都怎么样 毛三道四啊 广达上半年的毛利增啊 一%多 一%多而已 一%多而已 那我上次讲说 你当你在炒作股票的时候 你可以忽略它的 的基本面 当是不对劲的时候 基本面就现行了 好 这是散装 VDI VCI 什么 这礼拜五还是大涨的 当然 这个上海吉祥指数是拉回的 现在 现在航运股停在那边 停在那边 这是几岗的孩子 你看 真的 真的 没有动啊 今天 又是平盘附近啊 上个礼拜涨一档 这礼拜跌一档 今天涨一档 再跌一档 然后明天呢 平盘 但是呢 读往上 往下 我说过 我就是读往上 我就是读往上的 来 那生计股 要还要 它是贵买的权重 今天 突破这里震荡 它为什么留上影线 因为突然间尾盘 大家已经买AI了 那生故后 大家就疼了 这个机家没有跌停 赶快去买 这个尾串赶快去买 大跌 大跌大买 对不对 然后明天开 再涨一点点 后天继续杀 玩几次大家就累了 尾越交割 继续堆出来了 要还要 可是自动在底部的 自动在底部的 有没有 保略生计 也是啊 早上保略生计 涨了一二十 二十几块 为什么最后还是小涨而已 技术线是红K线 但是 这已经告诉你 这个在轮替了 我可以跟大家讲 有一个 人多的地方不要去 AI现在很热烘烘的 讲AI的 不敢讲的AI的老师 现在会把它转到军工航台 这个礼拜军工航台就结束了 当然没有错 中国的军工股市大涨的 但是到目前 整个市场上 讲生计的只有我 讲生计的只有我 看好海运股的也只有我 这种就表示 大家没有像我一样看到国际股市这些在涨 但是没有关系 这反而是利多 减肥药 今天一涨上来后来还是收平盘 早上很强 有华生计 这个也是减肥药 糖工那两个人减肥药 一个是美食 一个就是有化 有化底部上来了 都慢慢上来了 深达有没有 营收写历史新高 国光深大涨 好低轨道了 这基本面都慢慢出来了 就基本上就慢慢出来了 像这个是营收创历史新高 你看慢慢出来了 注意哦 这个光通讯结束就是低轨道的机会了 这就是我跟大家讲 其实我讲的内容变化不大 但是呢 只有这样子投资朋友 你才能够跟上来 你也不用怕 反正我每天都会讲 但是事实证明 我跟你讲AI不对劲 到现在AI真的不对劲了 这个萌新自问 你骗不了别人的 AI真的不对劲了 你最近做台积电 我知道台积电跟长荣 你做长荣不会赔钱 可是你做台积电 已经开始在赔了 就好像我说的 长荣啊 顶多在这边而已啊 可是你台积电啊 你看看台积电 台积电 所有的均线都压在上头 长荣是虽然整理 可是所有多头均线 股价在多头均线之上 技术面被它分辨 等的就时间而已 等的就时间而已 所以我讲话没有变 这AI如果 如果这一个月再不涨上来 那就可能会有泡沫的现象了 你没听懂哦 我这个就是一个理论架构 五月魔咒 九月魔咒 美股是跌的 你要让它改变 变成不跌 一定要涨 涨重量级的股票 那今年最强的就是AI 结果在九月份 AI居然没有涨 AI就结束了 因为这是重要的转折月 那你九月份呢 AI不涨反而跌 然后涨到生技的制药类股 那这个结构就是这样转换 你看华尔街 早就一个月以前跟你讲了 这样同意思吧 所以我们会不会跟进 我们只是慢半拍 那些同步老师不死心的 一直压AI 要让他死很难 很难 动不动叫你去买 还怪政府 没有护盘 卖AI 对吧 好 我们的网站 欢迎投资朋友 来过来浏览一下 这个 这个里面有传着 股市晚报 那这个月正是一个 重要的转折月 你可以选择我 因为 我跟你讲的股票 都在相对的低档区 你如果AI套牢了 想要获得一个解套的方式 怎么样能够反败为胜的话 你就可以参加我的 我们的电话是 2653-8299 2653-8299 还是老话一句 说朋友 你不要去执着 一定是AI 因为你越执着AI的话 你去跑不掉了 我们现在跟你讲 这些军工 这个应该说 低轨道什么 这些都在相对的低点区 海运轨道都是低点区 再跌就有限 你不会输 升级股你也不会输 那涨上来就是你的 可是你天上的AI 天上刚掉下来的刀子 风险是很大的 懂我意思吗 李宇我所讲的 我们希望你能够跟上我们脚步来 台股新攻略 祝福你 我们明天见 本公司所分析之个别有价证券 无不正当之财务利益关系 本节目资料仅供参考 观众朋友请勿看节目跟单操作 应独立判断 审慎评估 并自负投资风险 感谢观众朋友